在本次的全国总统杯曲棍球锦标赛 珠山国中在多所学校中脱颖而出 拿下女子组冠军及男子组家组第二名 以组第三名的好成绩 为此身为学长 以及县内曲棍球委员会主委的议员蔡宇柱 是特别到校恭贺 并向学弟妹们信心喊话 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特别回母校来关心这些学弟学妹 他们非常的不容易能够在这次全国的曲棍球的总统杯 能够女子组难获这个冠军 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男子组也都有优异的成绩 也希望我们南德县政府教育处 能够针对曲棍球这些重点的发展项目 能够给予更多的一些资源 我想练球是非常辛苦的 他也希望这些学弟学妹们 都能够秉持这么认真 而且用心的练习 也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好的成绩 竹山国中曲棍球队女子组 虽然才成立一年的时间 却能够拿下第一名的成绩 校方特别肯定学生们 付出课余时间辛勤练习 他们训练很辛苦 那我们虽然成立才第三年 可是由我们的教练在带领下 除了早上我们训练以外 还有放学以后 过年以外寒暑假也都在练习 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成绩 这是总统辈的比赛 因为我们女子是刚成立一年多而已 所以如果可以打进前三名就很好了 一场一场打 一场比一场好 最后打进冠亚军 教练我也很意外 因为他们的表现成是一场比一场好 在过程中他们的缺点呢 跟他们讲了他们会马上改进 对于能够得冠 曲纹球队里的每一位成员 都是又惊又喜 表示还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 会继续改进 并期许在下一场赛事中 再度拿到好名次 这次总统辈我们拿冠军 感觉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其实也有一半是运气吧 因为大家都一起练 所以运气也比较好 下次的话是希望 总统杯跟协会杯可以打更好 我觉得很开心啊 因为对方都是从国家开始练的 所以这次觉得我们防守动作 都做得还蛮好的 进攻也蛮积极的 我觉得跑位吧 都需要一些改进 然后我们防守动作 还可以做得更好 珠珊国中曲棍球队的成员们 不仅各个伸手矫健 学业成绩也相当优异 可说是文武双全 议长和顺丰对于他们的表现也相当肯定 并勉励学生们往后能持续努力 为现真光 民意熊熊心仪竹山采访报道 仍然 Wirtschaft宜